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帝话语题目是 胆量和信心 以此主题 和各位在圣经中 查看一下 在我们的信仰中 胆量和信心 占据着多么重要的位置吧 提到信心 圣经关于信心的记录 在哪里呢 看一下希伯来书 十一章一节话语 信就是所望之士的什么呢 说信心 是我们所期待 盼望之士 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 信就是所望之士的实底 是未见之士的确据 上帝 有多么喜悦我们的信心呢 看六节 人非有信 就怎样呢 就不能得谁的喜悦呢 说绝对不能得上帝的喜悦 但因为怀着信心去传福音 所以开始结出 领上帝喜悦的福音结果 因为怀着信心去看 所以心中生出胆量 各位 因为什么才会感到害怕呢 当失去信心时 才会感到害怕 但当我们拥有信心时 心中就会怎样呢 就会被勇敢所充满 看六节话语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 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上帝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挪亚因着信 即蒙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 动了敬畏的心 预备了一只方舟 使他全家得救 在各种状况中 上帝都要求了信心 有向挪亚要求的信心 再看八节 亚伯拉罕因着信 蒙照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违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往哪里去 他是一心相信上帝 而处理本地的 继续看十一节话语 因着信 连萨拉自己 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 还能怀孕 因他以为 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 看二十三节话语 摩西生下来 他的父母 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 就因着信 把他藏了三个月 并不怕亡灵 并不怕亡灵 在这里也说 摩西的父母 在养育他时 也是照着上帝的旨意 而进行的 继续看二十四节话语 摩西因着信 长大了 就不肯称为 法老女儿之子 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 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 罪中之乐 他看为基督兽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他向往 所要得的赏赐 这里出现了 有关信心的各种类型 上帝希望摩西具备的信心 上帝希望摩西的父母 具备的信心 希望萨拉具备的信心 希望亚伯拉罕具备的信心 希望挪亚具备的信心 那么对于现今时代的人们 上帝希望他们 拥有怎样的信心呢 看这里可知 信心的祖先们 在与上帝有关的事上 都具备了信心 上帝希望人们 在与上帝有关的事情上 都能拥有信心 亚伯拉罕 顺应了上帝要求的信心 在各个时代 对他们要求的信心 当如此顺应时 盼望的事就怎样了呢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全都变成了现实 信心虽然是眼所不见的 但却起着将我们所盼望的 变成现实的作用 使无形世界的事物 成为有形世界的事物 其这种作用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信心 那么在现今时代 上帝究竟盼望 怎样的信心呢 一起看一下 马太福音 24章14节话语 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这是谁的话语呢 2000年前 传着肉身来到这地上的 圣子上帝 耶稣基督说 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必定会传遍天下 这时地球存在的理由 就会消失 这地上的生活 也会消失 上帝会赐予新天新地 不再有死亡 疼痛 痛苦 荣耀的天国世界 说这荣耀的世界 会开启 所以 我们要做什么事才行呢 上帝吩咐挪亚 预备方舟时 挪亚也顺从了 上帝的话语 吩咐耶稣亚 绕耶利哥城其次 然后呐喊时 他也照样呼喊了 上帝盼望的 就是这样的信息 以色列百姓 在米店的权势下 做奴隶时 上帝也希望基点 和其他的勇士们 能够拥有拯救百姓的信息 现今 上帝希望我们拥有的 就是这样的信息 将福音传向 撒玛利亚直到地级 这是圣父时代 圣子时代的人 无法做的事 上帝吩咐我们 说 这是末后圣灵时代的 我们要去做的事 看一下 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 十八节话语 耶稣近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及尽礼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上帝如此吩咐我们 并希望我们 对此具备信心 哎 我们如此小的教会 这福音何年何月 才能传向 撒玛利亚直到地级啊 过去曾认为 这很困难 但是 对于 相信上帝的此话语 而去遵行的人 上帝会怎样呢 会为他们打开道路 去英国船 就在英国打开道路 去法国船 就在法国打开道路 去德国船 就在德国打开道路 去南美船 南美的福音开启 去北美船 北美福音开启 去俄罗斯船 俄罗斯福音开启 去巴西船 巴西福音开启 只要去上帝 吩咐去的地方 以信心去船 就没有一个地方 不打开福音之门 这地球非常渺小 各位都看过宇宙的影像 应该都能感觉到 经上说 上帝使地球 如水桶中的一滴 如天平上的微尘 相信上帝的话语 再去看世界 就会发现 世界非常狭窄 若已经充分地 传给了 这世界的所有人 告诉了他们 去天国的路 和天国的荣耀 可是却不相信 对于这样的人 当然没有办法 但若是 还有没听到 这消息的人 我们就要告知才行 要教导他们 给他们打开 听真理的路才行 因此上帝说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及施禁礼 世界万民 我们一个也不能遗漏 上帝已经让我们这些 见证上帝话语的人 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上帝让我们 使万民做什么呢 没有让他们做 我们的师父 而是做门徒 这也会照预言成就 只要去 人们就在等着 学习上帝的话语 各位 在进行这荣耀的福音 施工时 最需要的 就是胆量 有信心的人 就有胆量 但没有信心的人 绝对无法拥有胆量 若是 以害怕 和犹豫之心 去传播福音 那么 上帝 是绝对不会喜悦的 因为不喜悦 所以也不会赐予果子 上帝也会犹豫 要不要赐予果子呢 我们需要胆量 要有确信才行 就像各位 所熟知的 积淀的历史一样 起初 米甸军队 有13万5千人 不是吗 还有好的兵器 有强壮的骆驼 战马 刀 枪 弓箭 他们拥有 以色列军队 难以匹敌的 好兵器 米甸军队 有13万5千人 以色列军队 只有3万2千人 从人数上来看 相差也特别悬殊 可是在上帝 所成就的拯救事工中 不需要那些胆怯的人 上帝重视的 并不是众多的军兵人数 而是有多少心怀 勇敢信心的人 因此 在选择积淀的勇士时 上帝提出了什么条件呢 凡 惧怕 胆怯的 可以全都回家去 在现今 这末后时代 正需要 像激烈勇士们 一样的信心 因为 我们生活在 约束亚的使命 这样的时代 所以 我们需要 像约束亚 和其军队 一样的信心 因为 他们拥有 对上帝的绝对信心 所以 始终 都刚强 壮胆 毫不畏惧 因此 上帝说 胆怯的人 反而会成为 战争的累赘 这 不是靠 人数的多少 取胜的战争 所以 上帝 让所有 胆怯的人 回家 最终 剩下一万人 两万两千人 全都返回 这说明 那些返回的人 心中 还是有些 惧怕之心 是吧 上帝 让这剩下的 一万人 与十三万五千人 征战了吗 上帝认为 随着情况的改变 还会有惧怕的人 所以 又进行了 一次实验 上帝吩咐说 下到水旁 让他们 在水旁喝水 大部分人 都跪下喝水 但有三百人 用手 捧着 填水喝 上帝 区分了 最终 会在 无意识中 屈服的人 和 绝不屈服 会持守信心 到最后的人 上帝 早已预见 只要 情况发生改变 屈膝的人 就会屈服 所以 上帝 让直到最后 都不会 屈服的 三百人 参与到了 与米殿的战争中 三百名 对十三万五千名 那时 不像现在 有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 在 那时的战争中 其决定性作用的 就是 军队人数 可以说 军兵数多 就已经决定了 战争胜负的一半 那时的战争 就是这样 不是吗 可是 上帝 却让三百人 去敌对 十三万五千人 这看起来 绝无胜算 我们 要从中发现 基电勇士们的 勇敢之心 更要知道 上帝对此时代的 我们 盼望的是什么 才行 基电 带着三百人 下到 米殿军营时 以色列人 都将火把 藏在了瓶子里 到了营旁 他们 打碎瓶子 高举藏在瓶子里的 火把 吹响号角 然后又怎么做了呢 大声呼喊 他们呼喊 耶和华的刀 基电的刀 打碎瓶子 号角声四起 这种响声 打破了 黑夜的寂静 四处响起 七里空隆的响声 和 高昂的 号角声 在睡猛中的 米殿军兵 慌忙起来 以为敌人 已经攻入了 他们的隐障 因为黑暗看不见 以为都是敌人 所以 见到人就攻击 这样 最终 有十二万人死亡 各位 如经上所记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 我们写的 不是吗 我们要从中 得到教训才行 我们 领受了 要传福音的使命 却没有胆量 而犹豫 要不要去传 若是这样 对方 就会像米殿军队一样 气势高涨 但 当他们 打碎瓶子 高举火把 大声 呼喊时 周围的情况 开始 站在 谁的一方呢 开始变成 上帝的一方 当他们 大声 呼喊后 上帝 将所有的事 都逆转 敌军 却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衰弱 以色列百姓 没有一人受伤 并不断吹脚 高喊 基殿的刀 耶和华的刀 这三百人去世 若没有信心 那么 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 这样呼喊 那些人 醒来 反击的话 我们 岂不 都会死吗 若是怀着 这种想法 呼喊 那么 那呼喊 也只会成为 枉然的呼喊 而且 可能真会照着 他们所想的 最终 遭到对方的反击 成为这种状况 但 他们却绝对地 相信了上帝 高声呼喊 充满自信的呼喊 因为他们 大胆地呼喊 所以 敌军也以为 他们 如此大胆 一定是由 大批军队 攻过来 米甸军兵 从未想过 以色列军兵 只有三百人 因此 米甸军兵 以为见到的 都是敌军 所以开始 自想参杀 各位 我们 需要胆量 上帝 在拣选 积淀勇士的时候 不需要 其他任何条件 有钱的富翁 健壮的人 或者 是有学识的人 这些 都没有用 上帝 选拔军兵史 看的 唯一条件就是 谁拥有更多 对上帝的 绝对信心 经上记录说 现今的我们 被选召为 福音的军兵 不是吗 而且 经上说 被选召为 军兵的人 为了 使召唤 他的人喜悦 会将自己的 私事 置于神后 我们 要成为 一心 仰望上帝 所喜悦的事 并 跟随的人 才行 这份胆量 最终成为 将以色列百姓 从米殿的束缚中 解救出来的 原动力 这份胆量 来自哪里呢 来自信心 上帝 与我们 同在 为什么 怕他们呢 他们 没什么 可怕的 各位 每当 感到害怕时 请想一想 在土星上 看到的地球吧 地球的样子 如何呢 只是一个小点 在如此渺小的地方 地位再高 能有多高 即使再富 能有多富 即使再有学识 又能有多少学识呢 上帝 已经应许说 让我们做天上 有君尊的祭祀了 或什么 谁的地位 会更高 谁 拥有的 会更多 谁 会更伟大呢 我们 一定要记住 当我们 奋力传播 此福音时 周围 就会发生 这样的变化 耶稣亚的军队 也同样 不是吗 在 耶稣亚 绕城七次之前 耶里哥城的百姓们 气焰 非常嚣张 他们想 因为 我们这样守卫 所以 他们怕得 不敢接近 到 第七天为止 耶里哥百姓 都理所当然地 这样想 但 发生什么事之后 周围状况 开始发生改变了呢 现在 大胆地 呼喊吧 当这样吩咐时 以色列百姓 全都怎么做了呢 全都 一口同声地 向着 耶里哥城 呼喊 结果 城墙 自动 怎样了呢 那么 这种历史 为何记录在 圣经中呢 是为了 给予我们 某个教训 无论是 基殿 还是 耶稣亚的历史 我们从中 能得到的教训 就是要 刚强 壮胆 是借着 对上帝的 绝对信心 所得到的胆量 靠 自己的勇气 去做的 叫 意气勇士 这 不是勇气 不是胆量 将上帝 置于心中 因 上帝 而产生的 才是 真正的 勇气 和胆量 不是吗 这样 去传福音后 发现 至今为止 传了一周 得到的回复 都是 知道了 我不需要 可是这样的人 却开始 发生了改变 上帝 每天 都赐予果子 为何赐予呢 因为上帝喜悦 因为他们 怀着信心 努力祈祷 不是形式上的祈祷 而是 献上真心的 有信心的祈祷 所以 当怀着信心 去传道 以信心 去传话 以后发现 上帝 每天 都怎样呢 都增加 受尽力的人数 现在 我们正在 预言中 观看 这所有的一切 正生活在 这预言的时代中 在这预言的时代 我们 最需要的 就是 信心和胆量 因为 只要拥有信心 自然而然 就会产生胆量 所以 我们不能失去 对上帝的信心 是吧 因此 在进入 迦南地之前 上帝 吩咐摩西 教导 耶稣亚什么呢 教导 耶稣亚 要 刚强 壮胆 所以 在 耶稣亚 临终时 聚集 所有百姓的 指导者们 嘱咐他们 什么呢 嘱咐他们 要 刚强 壮胆 因为上帝 与我们 同在 所以 绝对 不要 失去 胆量 而且 耶稣亚 作为 摩西的 继承人 在 进行 征服 迦南地的 始工时 上帝 又 再次 亲自 教导了 耶稣亚 要 刚强 壮胆 我们 是 生活在 耶稣亚 使命中的 天上百姓 那么 我们就不能 将这些内容 都埋在 圣经中 而要将此 全都变成 自己的财行 在现今时代 作为天上的百姓 作为上帝的儿女 若想多得 上帝的祝福 首先 要有胆量 才能蒙上帝的选招 所以 绝对不要害怕 若害怕对方 那么 从那瞬间起 福音之门 就会关闭 但 若是想 上帝与我同在 我现在做的事 不是我的事 而是 在给上帝 办差事 我们时刻 都不能忘记 此事实 我要如何说 才能打开 那人的耳朵呢 如何才能打开 那人的心门呢 若是这样想 这样做 那么一百年 也打不开 对方的心门 相反 我们要想 父亲母亲 吩咐说 要是万民 做门徒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因为明确地赐予了 此话语 所以我们才来这里传道 来做上帝 所拆遣的事 当怀着这种信心 去做福音时 福音之门 就会轻易地打开 我不知道传福音 原来如此快乐 从海外传来的 都是这种消息 各位 对于我们来说 在此时代 最需要的就是胆量 就是信心 只要拥有信心 自然而然 就会产生胆量 上帝通过摩西 教育约书亚 要刚强壮胆 对此内容 我们一起看一下 《生命纪》三章二十七节 《生命纪》三章二十七节 你且上皮斯加山顶去 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 因为你必不能 过着约旦河 摩西没能过约旦河 在皮斯加山 迎来了人生的最后时刻 二十八节 你却要嘱咐约书亚 并怎样呢 勉励他 使他壮胆 也就是教育他 要他大胆 因为他必在 这百姓前面过去 使他们承受你 所要观看之地 若是不需要这种胆量 那么上帝还有必要 通过摩西 教育约书亚 让他壮胆吗 各位 我们在传福音时 一定会遇到 需要我们壮胆的情况 我们能感觉和体验的 三次元世界 当我们用肉眼去看时 会觉得对方比我们强大 上帝如此创造了这世界 但当我们刚强壮胆去接近 就会发现他们算不得什么 所以上帝才吩咐我们要刚强壮胆 若相信上帝 我们就需要刚强壮胆是吧 看神明记三十一章五节话语 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 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 带他们 你们当刚强壮胆 不要害怕 也不要畏惧他们 因为耶和华 你的上帝和你同去 他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如此效益了我们 不仅是这里 再看 约书亚记一章一节话语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 耶和华小于摩西的帮手 认得儿子约书亚说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现在你要起来 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 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 赐给你们了 从旷野和这里巴嫩 直到又发拉底大河 赫人的全地 又到大海日落之处 都要做你们的境界 你平生的日子 必无一人 仍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我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你当刚强 然后说要怎样呢 这是上帝亲自教导 约属亚的场面 壮胆 因为你必使这百姓 承受那地为业 就是我向他们列祖 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只要刚强 而且要大胆到什么程度呢 大大壮胆 要大胆到无法再大胆 达到极致 谨守遵行 我仆人摩西 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 使你无论往哪里去 都可以顺利 刚强壮胆时 才会凡事顺利 上帝向挪亚 要求了造方舟的信心 向亚伯拉罕 要求了将他的独自以撒 在摩利亚山 献为凡计的信心 又对现今的我们 要求了走向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使万民做门徒的信心 那么是否一定要去海外才行呢 去不了海外的人 拯救万民之一的 大汉民国百姓即可 而且要怎样去做呢 若失去胆量 就无法横通 因此上帝让大胆地去做 要说相信我们的 安商红父亲和天上母亲 得救恩吧 你会意识到 什么是救恩 在每一个放胆传讲的地方 上帝都会大大的敞开 福音之门 过去从不来西安的 机构主管官员 也开始来到西安 并感叹说 太惊人了 居然还有这样的教会 和周边的人说的 完全不一样 基本上都会这样说 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所以西安才会有如此大的成长 请放胆传讲此福音 放胆见证耶路撒冷 天上母亲吧 刚强壮胆就会横通 可是因为没有胆量 所以看起来能成的事 最终也都失败 见或会有家人 像松鼠 留筛子边一样 不断重复这样的经历 若是这样 就请在此基础上 增加一些胆量试试 上帝与我们同在 将地球视为水桶中的 一滴的那位 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当我们能以这样的眼光 看世界时 就能包容 怜悯 和连续 世上所有的人 也会产生 将人们 引向真理中的信心 不是吗 当我们 秉承上帝的旨意 大胆地去做 所有事实 横通 必定会尾随在我们身后 因没有果子 而不知如何是好的家人 请将双手放在心口 好好想一想 我是否拥有 上帝所盼望的胆量呢 若没有 那么 就需要具备胆量 上帝已经说过 会让有胆量的人 横通 不是吗 上帝 不仅通过摩西 给予教导 还亲自 教育了约束亚 借此 培养了 优秀的同工 福音的 指导者 我们都是西安的儿女 不要将胆量 视为说教时 给予的形式上的话语 要将它真正 变成自己的 从而 都尽情感受 并享受一下 父亲母亲 在此时代 赐予的荣耀吧 上帝的话语 诚然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希望我们所有的西安家族 都能有这样的体验 今天我们以胆量和信心 查看了话语 愿各位在此话语中得到恩典 依次结束话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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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